当一个驾校教练讲述自己的日常 你觉得不像一个驾校教练啊 我也知道啊 本以为自己冰雪松明 蹊跷玲珑 简直是个菜车天才 谁居然做了教练 还居然做了一顿 蠢 你太难了 说多了都是累哦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好心还在后面呢 上去帮下猴子吧 我空到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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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去奶她 先不用管我 漂亮漂亮 走吧 你为什么要学我一样 你就要重复几遍 你不觉得这样可以 疏解心中的悲愤吗 好像有点道理的啊 你都不知道 我带了一个学员 科目挂了四次 最后一遍才过的 现在还有这么猜的人吗 我还没考驾照 我可以随便嘲讽 第四次的时候 到车入骨压线了 我想着这问题不大 毕竟挂了那么多次 会很紧张 然后当场补考一次 上车不计安全带 这个考试不及格 原来考试的时候 也要计安全带啊 我现在才知道耶 你以后考试的时候要记得 这个小case啦 我会这么蠢吗 赶紧记下来 还有一次 我有一个学生练科二 把他把车开进了草通 下了雨 那里面又湿又滑 我弄了一下午 他把车弄出来 你们能懂我这个校是什么意思吗 赶紧推 我要开始带学生了 推了推了 别摸紧 你怎么练的车啊 让你逗公司 你黑进去啊 你心觉得 现在教练好难啊 这就是我以后的样子 你们信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